对于天平桌的朋友来讲,这个双鱼桌的新月会为你们在这个农历的二月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运势呢?怎么样的能量呢? 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农历二月,你们的身边,你们会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消息,不同的人家跟你,跟你们讲不同的话。 所以呢,你们真的要很小心,就是我们常常说嘛,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 我不知道就是,是不是只是香港的人会这样子说,但是就是香港以外的人会不会这样子说呢? 就是说,来说是废者才是是废人。 就是有时候有一些人跟你们说人家坏话,跟你们说谁的不好,谁的好,谁的不好,OK? 其实他们才是最不好的那一个,OK? 所以我们要知道,留言只于智者,OK? 我希望我的国语不会太烂,OK? 那,对啊,就是说不要随便的相信人家讲的什么什么,因为这个农历二月,你们会真的吸收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消息。 那,一时之间,你们会很难的去处理这些事情,这些不同的消息。 所以呢,如果你们没有自己笑话过那些消息,你们庆幸,太过容易去相信别人说的话,然后你们再去告诉人家,那你们就是其中一个,就是造扰的那个是废者。 所以不要,就是,啊,我可以,就是很简单,那这个农历二月,你们就是,可以,我可以提醒你们,要正言,OK? 不要讲太多的话,因为我们常常说嘛,这是祸从口出,对吧? 所以不要讲太多的说话。 对,我刚才去想了想,因为有一句话叫,言多逼施,对吧? 言多逼施,施,逼施,对吧,OK? 所以不要讲太多的话,就是如果你们听了什么的东西,你们只是听一听可以了,不要再去随便的去跟人家讲,OK? 很多的小人在身边,很多的闲言闲语,不要太过容易去相信。